都是地府惹的货 不讲牛大宝 万明你猜歌 第83章 满屋镜是灰耗子 这俩人 一个是小鱼 一个居然是那个卖唱的大学生 正在广场的一个角落唱歌 而小鱼在旁边静静的坐着 不时呢 对扔钱的人笑了一笑 卧槽 这是什么个情况啊 范畴转头皱着霉 一路二人无语 很快来到夏冰家的别墅 下了车 谁也没敢贸然进去 站门外探头探脑的往里看 今天天气不错 阳光很好 但范畴往屋子里看了半天 什么都没看出来 因为挡着窗帘呢 还是进去吧 夏冰上前开了门 回头把钥匙交给了范畴 现在你是户主了 请进吧 你拉倒吧 你就让我进去 汤雷不就得了 你放心吧 大白天的应该不会有啥事 再说上次都清理一次了 范畴虽然嘴里说着 脚械却有点发虚的走着进去 左右看了看 除了长期没人住 有一股子特殊的霉味之外 好像没什么阴气 他先拉开了窗帘 阳光倾泻近了 屋子里的阴霾顿时被一扫而空 亮天堂的大厅里 许久不打草的灰尘在光树中活蹦乱跳 让范畴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下了一大半 哎 你先收拾东西吧 对了 你要不要让家里来个人帮忙一起弄啊 或者叫个搬家公司 你这屋里东西可不少啊 不要 其实只有我的一些东西 其他的 像我叔叔他们的衣服物件都不要了 至于这些家具用品 本来就打算一起卖掉的 鬼屋里的东西 他们可不敢要 哦 这么说你回来取东西 他们并不知道咯 你你怎么猜到的 那还不简单吗 你的东西也是鬼屋里的呀 你拿回去的他们不得吓死啊 其实没什么东西 都是我小时候保存起来的 舍不得丢的一些东西而已 他们就算知道了也不会说什么的 范畴嗡了一声 没再多说什么 他知道那一定是下兵父母的遗物 或者是下兵小时候的物件 那的确是不能丢弃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 很多的过往慢慢都会被人遗忘 抛弃在脑后 但只有一种近乎于永恒 会永远刻在心里的最美好的回忆 是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东西 那就是爱 下兵推开了一个房门 进去收拾东西 范畴没进去 女孩子总是有些私密的物件 这一点范畴还是知道的 他冲下兵喊了一句 你先慢慢收拾啊 我四处走走 有事你喊我啊 下兵应了一声 范畴就自顾自的在屋子里转悠了起来 花小心啊 你他妈跑哪去了 你要能听见你出来好不好啊 范畴一边嘀咕一边 拉开了衣柜 伸头进去看看 不在这里边 又转身拉开了一个抽屉 低头往里瞅 这里也没有 沙发下边 家具后面 楼梯拐角厨房马桶 范畴把一楼翻了个遍 不见丝毫的踪影 别说花小心 就连个鬼毛都没有啊 下兵还没收拾完呢 范畴最后把一个垃圾桶翻了个底朝天 失望的一摇头 看来还得去二楼 沿着楼梯往上走 范畴不自觉的就感觉身上有点凉酥酥 不仅心里有点发虚 这或许是心理作用 主要是因为下兵家二楼太险恶 上次的凶险还历历在目 提心吊胆的上了楼 范畴推开了第一间房间 发现这是个书房 朝向有点偏西 大上午的不见阳光 有点阴森森的感觉 范畴警惕的看着周围 在屋里一边低声呼唤 一边打开着书桌翻动书架 不过这书架上也没几本书 随便翻了翻就没了 桌的抽屉也打开了 连笔筒都倒出来 仍然没见花小心 不过这个书房还是不错的 以后可以让刘备在这里读书 楼下那个大电视 正好就是吕布的了 出了书房的门 范畴又往前走 第二个房间 就是最开始闹鬼的那间屋子 也就是满屋子 都是鬼脸的那个房间 不过现在范畴改开门一看 屋子里静悄悄的 床上和地上 被子丢的到处都是 很是凌乱 估计是当初下兵叔叔 沈子逃跑的时候弄的 此时看起来 却有点凶杀现场的感觉 在这屋子里找了一圈 仍然没有花小心的魂魄 但范畴正专心的抖了被子 忽然听到 隔壁隐隐有奇怪的声音 嘻嘻嘻嘻 嗯 范畴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侧耳细听 没错 的确是来自隔壁 听起来就像是 耗子 也就是老鼠 不是吧 范畴新想找了半天 花小心没找着 居然真找到了耗子 可这里是高档别墅啊 房屋密封应该很好 虽说附近有座山 范畴下意识的往里边看了一眼 心里有点发毛 把耳朵贴在门上 仔细一听 果然有异常 这种声音就好像 明明有人在屋子里边 却说不出 不说话 不走动 不发出任何声响 可是在外边的人就是能感觉到屋子里有人 这是一种直觉 还有隐隐约约的呼吸声 隔着门 一切都是猜测 范畴仗着 现在是大白天 一咬牙 继续打算搬过去 那现在就得清理清理屋子了 范畴二话不说 一脚就踹开了房门 插着腰 瞪着个眼珠子 往屋里边一看 顿时这心就抽紧了 这屋子里是真热闹 不光有耗子 还有人 还有花小新 不 准确的应该说 是花小新的肉身 至于那个人 竟然是子龙道长 他盘坐在花小新的身旁 盯着周围的几十只灰毛大肥的耗子 满头大汗 自己踹开了门 他竟然都没有一点的神情变化 这就像完全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这范畴目瞪口呆的问道 这 这什么情况 第八十四章 黑洞 花小新的肉身 昨天晚上不是都被人带走了吗 这子龙道长也自愿的放弃了 招魂应该回地缘堂了 怎么这俩人突然就出现在了这呢 还有 这一地的灰毛肥耗子 这都哪来的呀 几个彪肥体壮 毛色 污量足有一尺多长 门被踹下了 几只老鼠回过头 那雪红的眼睛突起 冲着范畴露出满嘴的獠牙 像是在警告范畴不要靠近 范畴还真没见过这么多老鼠开会 不由得浑身冒凉气 与此同时屋子里边突然蒸腾起了一层博物 雾气中带着一丝血色 在屋子里快速的泥漫开来 在雾气中 盘膝而坐的子龙道长忽然轻贺一声 袍袖连灰 屋子里就像起了一阵狂风 那雪雾很快就被老道驱散 所有的老鼠不安的躁动 发出唧唧啾啾的声音 子龙道长面色深沉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却对门口的范畴视而不见 紧张地看了一旁的一眼花小心 范畴有点明白了 那子龙道长应该是陷入了什么幻象中 就像自己上次在凤姐的洞房里一样 所以此时子龙道长的眼里 是根本就看不着自己的 还有这些老鼠 范畴看了半天 只见这几十只老鼠 看似嘈杂无章地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把子龙道长围在了当中 而且老鼠们虽然不断地躁动叫唤 却没有一个移开位置的 就好像不成了一个什么阵法 再看看子龙道长一脸严肃紧张 范畴有点明白了 这些绝对不是平常的老鼠 看他们的眼神和争恶的嘴脸 倒像是被恶鬼附体 没错 应该就是恶鬼附体了 还有 这中间一定有一个厉害的带头人 否则不可能困住道法高深的子龙老道 最起码也是个小boss级别的 鬼魂不能在大白天活动 他们居然能想出这个办法附体在老鼠身上 神不知鬼不觉 而且方便隐藏和白天活动 猜到了面前原来是几十只恶鬼 范畴不在犹豫 心想不管这个子龙老道是个好人 先是坏人 先除四害吧 范畴仰手打出了一张隐魂符 一溜白眼就拍在了老鼠群中 由于老鼠体型小 顿时有两只老鼠同时被击中 猛的跳了起来 吱吱一阵乱叫 随即就翻身不动 范畴不慌不忙收了两道黑气 这个阵型就出现了一个缺口 群鼠顿时就乱了起来 旁边有两个老鼠就想过来扑位 但又不敢乱动 就这么一乱的功夫 子龙道长应该是发现了这个缺口 马上抓起了一道符就飞了过去 一团火光冲起 几只离在最近的老鼠身上 同时就着起了火 焦壶的气味很快就弥漫开来 只见几个黑影从老鼠的身上慌张的飞出 子龙道长抓起了一把淡蓝色的沙子 往空中一洒 那几个黑影身上粘到这沙子 马上就掉了下来 在地上一阵扭曲 身形是越缩越小 范畴打出隐魂符 隐魂符之后就一直没在动 他心想看看子龙道长究竟是什么来路 只见他从地上一跃而起 双手不断的制出符指 沙子 监护还刺出一剑 地上的老鼠很快就倒了一片 子龙道长大显神威 是越打越有精神 那范畴看得是饶有兴趣 看来这些恶鬼没有什么特别的攻击力 就是靠着这种幻阵 等一会儿子龙道长再杀一些 估计就能破掉幻阵 看到自己了 但就在这时 屋子里忽然响起了一声怪异的黑黑冷笑 随即一股淡淡的血气就飘了起来 空气中顿时荡漾起了一股刺鼻的血腥味 鼠群原本已经要开始乱套了 但在这血腥味的激发之下 竟然凶狂的满屋子狂奔 更有几只老鼠窜了起来 疯狂的向子龙道长和范畴发动了进攻 这一架是没法打了 那老鼠本来就是很凶的动物 体型又小 人跟老鼠打架基本上是打不着踩不着 更况且这是一群被恶鬼附了体的老鼠 凶性是更生猛了无数倍 范畴左右遮拦不住 掐着隐红服却根本无法打中乱窜的老鼠 很快身上就被几只老鼠冲了上来 子龙道长也好不到哪去 也不知道这些老鼠在他眼中到底是什么个幻象 此时也有些慌乱了 浮和沙子面对狂奔的老鼠基本无效 就靠着陶木剑是左披右砍阻拦那些老鼠 但这陶木剑对于恶鬼自然有效 可现在对付的是有肉身的老鼠 刚砍翻了几只 大概是用力过猛 陶木剑啪的一声 从中就断了 几只老鼠趁他一愣神窜到他的身上 于是刚才还神威灵灵的除魔道长 很快就狼狈不堪了 那冷笑之声还在继续 范仇是手无寸铁 不断的扑打身上的老鼠心里就扫慌了 在被咬了好几口之后 才想起了隐魂府往身上拍 这下都管用了 那老鼠只要被拍中 无不浑身抽搐翻身落地 范仇发了狠 正要放拘魂网 楼下忽然传来了吓病的声音 范仇你在楼上干嘛呢乱七八糟的 你怎么还不下来啊 楼梯上紧接着就传来了脚步声 范仇急了 这种情况绝不能让吓病知道 太危险了 途中下边喊道 哎你别上来 上面有有有有好多耗子 他本想说上面有鬼呢 画到嘴边咽回去了 这要让他知道有鬼 那是拦都拦不住的 果然 吓病到底是女孩子 对耗子天生是有恐惧的 一听说有老鼠声音都发抖了 啊那你又可以把他们赶走 我就不上去了 听着夏兵下了楼 范仇刚松了一口气 就像眼前又涌起了血色的雾气 那子龙道长在雾气中连连变换手法 就像刚才一样 驱散雾气 但这些个老鼠在不断的逃跑 慢慢的 那些雾气竟然形成了一道道的旋风 在屋子里是越转越急 范仇身后的房门 砰的一声 自动关闭了 范仇在急速旋斩的血雾中一阵眩晕 同时又要应付前仆后继身上老冲的老鼠 在屋子里是边打边跑 这个场景很是诡异 两个人就在相隔不远 却被老鼠分开包围 子龙道长是不知道旁边什么情况 范仇想冲过去跟他会合 但雾气是越来越浓 眼前轰隆一声 房间不见了 子龙道长和花脚心都不见了 甚至那些老鼠都不见了 周围出现了一个黑沉沉的黑洞 自己就站在了黑洞中 身边毫无依托之物 低头一看 连脚下也是黑洞洞 范仇不由心里一慌 再也站立不稳 一头摔进了黑洞之中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都是地府惹的祸 第83 84章的故事 感谢各位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吓入